我的水墨画的不是一个外界的世界 不如说是一个内心的世界 所以我把它称作一个内心的事项 是当然把我的想象、冥想和一种心境 用一个通过水墨作品来展示出来 所以也跟传统的中国水墨 与建立在书法技术上的传统的水墨 也有很大的不同 我愿意给你们一位最重要的艺术 Gao Xinjian 艺术是我们今天 我们很期待看到他最新的电影 《Le Deux de la Beauté》 我决定停止画油画 我就想找寻我自己的道路 我就回到了水墨 可是我又不想重复水墨画 传统的水墨画 我想找寻我自己的道路 我当时有一个相当长的摸索的过程 我最后找到了一个方向 就是既不是具象画 又不是抽象画 既不是再现 又不是抽象绘画的表现 我找到了一个方向 就是我把它称之为暗示 或者是提示 在西方绘画中 光线是非常重要的 在西方传统绘画里头 可是在中国绘画里头 这个光线是 这个概念是不存在的 有的只是空间和布局 我把光线涌入到 我的绘画作品中去 但是我这些作品都是黑白画 没有色彩 可是我在我的电影里头 我当然我对色彩还是非常喜欢的 我放弃了油画以后 但是这个色彩的运用在我的电影里头 是充分地突出这个电影 突出它的色彩 所以《美的葬礼》这部电影 当然这部电影是完全不同 于通常的电影 它没有通常电影的叙述的结构 是一部电影诗 当今社会政治广告媒体 无口不入 可是美哪怕在当代艺术中都消失了 我把电影图是由作为一个完全的艺术来看 所以它不只是电影 它里头有诗歌的成分 有舞蹈 这里头有舞蹈演员 甚至还有杂技的演员 柔素 又有戏剧演员 又有戏剧的因素 又有绘画 其中最后还有我的画 当然也有很多的思考 所以这个把可以说 我企图把电影变成一个完全的艺术 我企图把电影变成一个完全的艺术 我企图把电影变成一个完全的艺术